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东西写完成之后呢 这个流程过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来真正的去写代码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去进行对应的配置操作 那按照这个它的文档所说 我们需要先来去生成一下对应的密钥对 然后呢来进行操作 那我们给大家这个文档当中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 我们需要进行生成这样的密钥对 怎么去生成呢 在大家的这个Ubuntu或者是Linux 环境里面呢 会有一个直接现成的命令 叫做OpenSSL 它是专门用来可以生成RSA的这样的密钥对的 在Windows里面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命令 所以如果大家进行生成的话 需要在你的这样的虚拟机当中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操作呢 咱们直接去输入这个OpenSSL 输入这个命令 输完这个命令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操作了 我现在要先进行生成的话 你要注意 我得一个来一个来生成 我先来去生成私钥 生成完私钥之后呢 再来去生成公钥 所以的话 生成私钥的话 怎么来进行生成呢 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叫做这个 GEN代表生成意思 GEN 然后呢是RSA 生成RSA 然后呢 这个-OUT代表生成 我生成之后的话 这个密钥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自不算 我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把这样的书串 给你保存到一个文件当中 所以这个-OUT代表 你要把那个文件 保存到哪里面去 所以现在我在指名的时候呢 我当前是不是运行在 这个加募录里面呀 所以我直接就可以 指名一个文件 指名一个文件的话 它就是直接给我 保存到加募录当中了 那所以我现在来看一下 在我的加募录里面 有什么样的文件呢 咱们taste一下 我在这里面的话 之前已经有 我先把它删掉 APP private key 然后呢 还有个APP public key 我先删一下 删一下之后 我加募录里 就没有了 回过来 咱们来试一下 我去行行生成 生成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会把这样的东西呢 叫做应用的 private key 私钥 然后呢 一般这样的密钥 这个文件的话 它的后缀名呢 一般我们习惯性 使用的就是PEM 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过吗 在Linux系统环境 在Linux系统环境当中 后缀名不是直观最重要的东西 说过吧 所以关于这样点 然后呢 后面再来看一下 2048代表什么意思呢 2048代表是生成这个密钥的复杂度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长度问题了 如果你指明的是2048的话 那对应的这个签名方式呢 就是RSA2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的 RSA2的推荐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呢 都是给它创建好的 都是采用2048这样的复杂度 好 我进行生成 敲一下 看一下 它给我生成的是2048 2048位的 那么长的东西 好 我回过来 来去看一下 咱们lease一下 刚才是不是已经就有了 ABA CraftK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CAT这个命令 咱们看一下你的内容 你看一下什么内容 就是这么长度的一个字不串 所以我们说了命要命要 就这么有请 这可比微信里面那个token 是比较复杂的多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私要有了 私要了之后的话 我们还得去生成一下公钥 生成这个公钥呢 它是跟你的私要 是相配对来去生成操作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的话 进行生成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生成呢 是执行的是RSA这个命令 使用RSA命 进行生成 然后生成的话 这个-inin是代表读入 我得去读入某个私要 才能生成配对的公钥 本是哪个公钥呢 还是我当前目录里面 有一个刚刚生成的 APP里面的 private k.pm 我让他先读入这个私要 读入完这个私要之后呢 我再来去生成 执行什么命令呢 -pub 代表是公共的意思 然后呢 进行是公钥输出 执行这条操作 执行输出之后 保存到哪呢 -out 我要给你指明一个文件 那一般文件的话 比如说把它叫做应用的 public k public k 然后也是.pm 然后呢 这时候我呢 先来看一下 敲一下命令 敲一下命令之后呢 说了 就写了一个公钥 我们把它看一下 公钥当中在哪了 回回来再例子一下 刚才已经有个app public k了 所以我现在来cd一下 app里面的public k 你现在来看一下 公钥是不是就简单得多了 所以这个公钥 就是要配给谁的呢 是要配给这个支付宝的 所以现在这样密钥盾 生成完成之后 回过头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先把这个公钥 在这里面直接打开 然后呢 我去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你就要注意到 这个里面 后面这个长度 就是这样的 不是它是一行自不算 而是说 确实是有半行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面 直接复制一下 回过头来 直接 我看一下这个页面 当中是不是又有失效了 你看只是网络的 我一猜就是 是我的吧 我看这个下箱账号里面的金额就知道了 这肯定是我的金额 假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进行配置的话 点击这个查看应用公钥 然后呢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点击这个修改 点击这个修改的话 我们把之前的一个东西呢 我给你删掉 删掉之后呢 把刚才咱们刚刚生成的一个东西 我去复制一下 回过头来 在这个地方粘贴一下 然后呢 点击一下保存 点击一下保存 哎 刚才是不是成了 我保存 哦 现在更快了 保存一下之后呢 现在是代表已经配置进去了 配置进去之后呢 相当于这个公钥就有了 这保存公钥有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往下处理 我们需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按照我们所说的话 我一会儿在程序当中 是不是也会用到 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私钥啊 我们是不是在程序当中 谁就用到私钥啊 所以咱们把这个私钥也保存下来 咱们保存到咱们呢 咱们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在这个iHome Type 404里面 这是我要用到的 然后呢 我一会儿就会在这个蓝图的这个文件里面会用到 所以呢 咱们在这个iHome里面呢 专门给谁呢 给这个IPI 1-0 这个蓝图当中 我在那在这里面专门去创建一个文 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PACE 专门用来去保存密钥的 然后呢 把刚才刚刚所创建好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拿过来 在我的加入当中 有一个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私钥拿过来啊 你不要拿错了 不要把公钥拿过来 我们要把私钥放到咱们的程序当中来 就是关键点 然后呢 除了这点之外的话 我们有些时候呢 可能还会接受到支付宝的一个回调通知 那我要进行验证的话 我也得用到支付宝的公钥 所以的话我们在那呢 在一个支付宝的这个公钥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需要把它粘贴一下 再放到咱们的程序当中 我来去保存一下 我把它复制一下 回过出来 回过来 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看一下 刚刚我创建好的CASE 已经在这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再去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比如说我把它的 它是阿里云的 阿里配 阿里配的 然后呢 公钥 Public K 点 K K里面的 PM 我们给它放到这 放到这 进行一下粘贴 但是粘贴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还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去以文件的方式 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公钥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公钥 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私钥一样 它会有一个起始的标志 跟一个结束标志 公钥也是有的 而在阿里云当中 直接粘过来这个地方呢 它是不包含那样标志的 所以我们才要去 给它添加这样的标志 那这个标志呢 我在这个文件当中也说了 我们需要给这个东西 添加上 咱们把这个东西 Begin Public K 拿过来 放到咱们刚才所遇用的 这个文件的一个起始行当中 我把它 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起始行 然后呢 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结束的 N的Public K 然后呢 我们是需要放到 那个密钥的底下去的 所以需要补装上这个东西 补装完这个之后呢 那相对应的 这个公钥跟私钥都有了 都有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 开发操作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去看一下 咱们这时候配置完之后呢 开始开发 开发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应该是用户 点击这个支付的时候呢 进入到我们的后单 那个试图来吧 对吧 所以咱们要去创建一个试图 来专门去处理它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对于这个支付的话 我们再另外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配 支付的 叫做这个支付的 然后呢 在这个支付当中 我们首先呢 还得先去引入一下 from这个点当中 去引入API 这样的蓝图 回过来呢 在蓝图当中 还要把这个配的文件 我们也要给它添加进来 然后呢 回过来之后呢 咱们就会在配当中 开展工作了 我现在呢 要去定一个试图 比如说这是进行的是 订单的支付吧 order这样的一个配 order这样的一个配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对于的试图 路由应该怎么去定义的 比如说我们把它定为 API road当中 然后呢 你现在不是进行的是 订单的支付吗 那这个资源 什么资源呢 首先是order的 这个资源 接下来 到底是发起的 前段时候 你在进行过发起的时候 是不是得告诉我 进行的是哪个订单的支付啊 对吧 你得告诉我是哪个订单的支付 所以呢 我就把那个东西 对应的是这个订单的 然后呢 ID 我给你放到这 因为是整形 所以你都放到这 印的类型 然后呢 order order ID 然后呢 对应的是这个订单的 什么资源呢 是支付的资源 所以把它叫做payment 是这样的一种支付资源 然后接下来 大家看一下 那对应的请求方式呢 是代表创建了这么一种支付资源吧 所以比如说 把它叫做这个my third my third 对应的是 poser 请求方式 好 这是关于 发起 支付 保支付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order ID 我们要去补充一下 好了 现在就有了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试图当中 是不是一定得要求用户登陆情况下 才能防卫啊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东西也引入进来 从咱们的iPhone里面的 youtils当中的这个common里面 common我们去引入这个login required 然后呢 把这个装饰器加进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 我们说 在这样的试图当中 我们去想 是由前端用户发送给我们的 发送给咱们的试图监口的时候呢 他需要给我传参数吧 你现在看 需要什么的参数 唯一需要的是不是就是关于这个订单的编号啊 你把订单的编号告诉我 然后呢 那关于订单里面到底有需要发起 让你支付多少钱 是不是就在这个model当中 订单这里面是已经维护着 关于那个订单的总金额了吧 是不是在这边就有啊 所以你不需要告诉我多少 我自己在试图当中去查 所以这个参数就全了 只需要用到一个order ID就可以了 那order ID有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咱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直接就能向支付宝发起筹吗 不是吧 还是跟我们说的 你要发起筹的话 是不是得判断一下订单是不是存在 订单是不是你的 还得判断一下订单的状态 是不是已经在支付 如果都已经进行拒绝的情况下 你在进行支付是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就要判断一下 判断订单状态 那判断这个订单状态的话 怎么去判断呢 我们还得是进行一下 数据库的查询操作了 从iHome当中 点models里面 我们直接去引入这个order的一个对象 然后咱们进行数据库的查询操作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查询的时候 根据订单当中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所对的套路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要在订单当中去进行查询 第二cori查询的时候 我得进行一下filter 进行一下过滤 我将来把那些条件通过以 把刚才那个状态的信息 都是以条件的方式来给你讲出来 应该就是说 首先order ID 是不是得等于order ID order这个订单里面的这个ID呢 必须是跟你这个order ID是存在的 有这个订单 然后呢 并且订单当中 一般来说你的用户 是不是也是你自己啊 所以那现在 我把这个用户的ID也拿过来 user id等于那个 我可以去导入一下吧 从lasm当中 去导入这对象 导入cori的APP 导入g75 好先用到这个 等于这一点 user ID 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里面呢 就应该是 你的订单的下单人员 也得是你 user ID 也得是你吧 也得是user ID 你要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是如果非有的话 等号必须是两个等号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还有什么条件呢 应该是订单的状态 是不是应该是 代支付才可以啊 所以order里面的status 这个东西呢 必须是代支付 那代支付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去写这个东西 就叫做fait payment 必须是这张的数据值才可以 好 如果通过这样方式来查查的话 如果符合 是否应该会有一条记录了 所以是firstfairst 拿到这样数据 然后呢 相对应的把右边关掉了 好的 拿到会拿到一个对象 再去符合一下一场 然后呢 carter里面的 的logger当中 我去记录一下 在记录上 那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里 进行查询的时候 出现问题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电单状态呀 所以我们不能发起这个交易 所以要进行将对应的返回操作 return 对应的J75 然后呢 把对应的error number 去引入一下 还得 从这个brom iPhone 当中的这个 Utios 里面的 Response code 引入 这个ret 当中呢 现在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parameter error 然后呢 对应的应该是 error message 比如说这是订单信息有物 这个应该不是定单信息有物 应该是数据库异常 异常 异常 这里面应该是dbr 对应该是 我们现在来再看一下 这是关键点 如果说这里面呢 查询是成功的 我现在来说话 再谈论一下 all的是不是存在呀 对吧 如果说all的这个数据 你在返回的时候呢 是这个lan类型的数据 就代表肯定是订单不存在的吧 是不是有异常呢 所以在里面就代表我可以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咱们可以去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是notator 或者叫做这个parant 咱们说这个notator吧 没有拿到数据 这代表呢 就是说订单数据有物 好这是关键点 那拿到这个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行够造 发请求的呀 所以我们要进行构造的话 那怎么去构造呢 按它的这个文档上面所去说明的 按它这个文档上面所去说明的话 首先呢 要同站里面去引入一个最音的阿里配的 这么一个对象 引入一个类 咱们现在去写一下 咱们在里面 从这个阿里配当中去引入一个他所封装的 这个阿里配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创建支付宝SDK的工具对象 所以呢 咱们比如说把它叫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阿里配 阿里配的客户端 client 然后呢它应该是这个阿里配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要去传什么参数呢 它已经给我指明了要传这些参数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放到咱们这里面 来进行操作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一个一个的对象补充 那首先第一个APID APID呢 就是咱们刚才对应的 应该是这个杀箱环境里面的APID了 所以咱们这里面应该是这个东西参数 拿过来放到这 然后呢第二个是Notify URL吧 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呢 咱们不需要它回调 所以呢咱们就要给它留空 这个留空的话 需要注意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人在去写这段代码中呢 他所提供的这个样例 写的是说你可以去传空送传 但是它的原码里面呢 却不是这么犯乱的 它的原码里面 直接是跟NUN进行比较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给它感觉NUN 如果我们不去指名 就要给它传这个NUN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PrivateKid PrivateKid 是不是代表我们说的那个私钥啊 这个私钥 那这个私钥的话 咱们怎么做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给你放到CaseMoon 里来了 所以我应该是从CaseMoon 往外去拿对应的这个文件吧 它只要告诉我是这个钥匙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那个文件路径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怎么去指名呢 我在这里面可以使用这样的点干 但是使用这样的点干的话 不太安全 所以一般情况下怎么才说呢 在这个Python当中 是不是会提供过对应的那样的路径的工具啊 是哪个工具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个这个ImportOS这样一个模块吧 OS模块中了就存放了操作 操作系统目录的工具 那我可以去使用哪个东西呢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 应该相当于是说 我怎么去做呢 应该相当于是说 我当前的这个文件是谁呢 是Py Py吧 也就是说当前的文件是Py 然后呢 对应的密钥文件在哪 是跟我同级的Case这里面 是不是在这里呢 那我可以怎么去找呢 我可以找的话 是不是可以是说 我当前配点Py所在的这个目录是谁呢 是API-0 我找到当前文件所在目录 然后呢它底下 是不是有这个Case目录啊 这样东西吧 所以就相当于 我让你当前的目录跟它拼接一下就可以 那这个拼接的话 还有影响怎么拼接吗 有去用过吗 所以这个方法要去记住 是OS里面有一个叫做Path 这是代表OS模块提供的 关于路径的工具 Path当中有一个DR-Join操作 这个Join是专门用来进行拼接路径的 那这个路径的话 我就可以给它传参数了 我要怎么传呢 我先让谁跟谁进行拼接 我要做的工作 是不是相当于是 以当前文件所在目录的拼接呀 那当前文件所在目录怎么去做呢 我可以通过OS.Path 还是这里提供的评议 是哪个评论呢 叫做DIRNAME 这里面就代表是获取目录了 是获取哪个文件的目录了 它是一个函数 当前文件是谁呢 当前文件是不是-file 这个-file是魔法变量 代表是反映出来是当前的文件 所以相当于这个方式呢 去导当前文件的目录 所以当前文件的话 找到的就是它所在的 API1-2-0了 我把这个目录跟谁拼接到一起呢 我后面直接传了 就相当于跟这个case 这个目录里面 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个私钥了 所以是case目录里面的APP 对应的private k.pm 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保证路径的绝对安全 所以关于这个os-path.join 跟os-path这个drname 这两个函数 是大家要去记得下来的 或者说是 你哪怕忘了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在os的标准部分当中 有一个path 是专门能够提供 让我们去操作 操作系统的路径的 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它实际上帮助我们进行拼接的时候呢 你在去使用这个点杠的时候的话 点杠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在这里做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把那个点杠去掉 直接拿这样的方式 来去获取这样的路径 然后呢紧接下来 这样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说这个方法 在去获取路径进行拼接的时候呢 它能够自己帮助我们来判断 操作系统的平台 你去想一下 在linux的里面 它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路径 路径的话 Linux的路径是不是都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判断的 然后呢 windows呢 是windows的话 是不是反的方向呀 还有这样吧 这是关于这点 然后呢再相对应的 我在通过这样一方式来带来进行拼接参数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说前面可能是某个路径吧 可能是一个pass路径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我让这个路径跟谁呢 跟我刚才这个case进行拼接 那时候在我进行拼接的时候呢 有没有可能前面也带来东西 后面也带来东西了 有可能吧 你说在拼接的话 我最终形成的东西应该是pass 然后斜线case保留一个呀 所以你可能自己得去处理了 我是说保留前面东西呢 还是保留后面东西呢 你如果使用这样的参数的话 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哪怕你前面带了 后面也带了 它最终也是给你保留一个 哪怕你前面不带 后面带的话 也能保证 你前面不带 后面也不带的话 它最终也会给你保留前线 这是关于这个转操作 它能够处理的 而且这两盘是在处理的时候呢 最终摆出来的 都是整个操作系统平台 如果是Windows 它就会采用这样的斜线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 如果是粒子 它就会是这样的斜线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去采用这两个函数 来帮助我们停接路径的 这是关于这点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 我们现在来去快速的把它写一下 再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还要去写一下这个 这个公钥路径啊 公钥路径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上面拿过来 我们还去拼接一下 那只不过是当前路径里面的 应该是换一个东西了吧 不是APP private key了 应该是阿里配 对应的是public key 公钥 好这配盘之后呢 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的方式是那个复杂的吧 所以应该是RSAR 然后呢 咱们对应的这个环境呢 目前为止应该是沙箱环境 所以咱们写的是这样的一个true的方式 好 这是关于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一旦有了之后 我们回过来就可以 具体的去发送对应的这样的请求了 我们想要发送的是手机网站的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采用他的这样的样力进行发送 那对应的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这是发起支付的 那发起支付的情况下 相对应呢 就是调用刚才我们创建好的这个阿里配的 客户端的工具 这样他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方法 对应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对应的 就是咱们在对接的时候呢 具体的发送的这么一种究竟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对应的就是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当中 我们要给传参数 在支付宝当中 邀请我们去传的这些参数 有哪些列出来的 你通通的都可以放到这儿 然后呢目前为止 在这名列出来的就是必填的钻 所以我们也就去填必填钻 首先第一个Altret number 代表的是这个订单的编号 然后呢第二个代表的是 对应的是金额吧 总金额 然后咱们去写一下 那这个订单的编号哪来呀 刚才是不是刚刚去获取的order了 所以order当中那个ID 他的定单编号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呢 他让我们在这里以分为单位 并且是不是一直不赚呀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要去处理一下 咱们在model当中所资论的总金额 实际是整形 而且是以分为单位的吧 然后他这是以原为单位的 所以咱们需要去处理吧 处理的话就应该是 应该是order里面的这个 咱们所定的字段 叫做这个amount吧 应该是amount 然后呢 去除以多少 除以100吧 除以100.0 然后呢 咱们把它再给你转换成粗算 是吧 转换成粗算 这是代表总金额 转换成总金额之后的话 这里面后面还有一个subjet 这是代表订单标题 订单标题了 这个订单标题的话 你可以随意的指明 你可以什么程度 你可以指明 比如说根据我商品的 根据我这个订单里面 翻出来的商品 找到他所对应的那个标题 我可以放到这儿 然后呢 我可以采用另外的方式 比如说咱们在里面去衔衔一下 然后就是采用一个固定的方式 采用什么方式呢 比如说这是爱家租房 然后呢我把这个订单的编号 我可以给你放到这儿 我去拼接一下 比如说order里面的ID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采用订单标题 再往下走的话 这边是不是有个回调的函数 对吧 那这个回调函数 就是不是回调函数 是回转链接 返回的链接地址 那这个链接地址 按照我们所说 是不是只要提供咱们一个网站的链接地址 我最终运行的时候会运行到哪儿啊 咱们是不是运行到127啊 所以再去指明ATP里面的 帽号刷新线 127.0.0.1 然后呢最应的是 比如说咱们是运行到5000段口吧 再往后走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先给它指明一个链接地址 咱们是从哪呢 是从咱们这个发起这个去支付 从这个others这个页面跳上过去吧 那我可以说让它指完了再回回来啊 所以咱们先让它再回到这个页面 也就是对应的是这个others.html 我先让它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底下这个notify的话 它是可选的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不填 就是给它conven in none 好这里面这个notify url呢 跟上面这个构建的notify url呢 都是相同的一样东西 然后在这里指明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按照我们所说 我们是相当于是给这个阿里云 给这个支付宝发送的这样请求 那支付宝发送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它最终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是不是要可以给我们返回一个返回值啊 返回值呢是一个支付宝的一个链接地址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链接地址呢 它不是返回的一个完整的路径 而是说返回的是路径当中的一部分参数 是哪个参数呢 我们去想一下 最终让用户进行跳转到支付宝那个链接地址的时候呢 是哪个例子呢 就是支付宝的网关 就是说我们最终让用户跳转的话 是跳转到这个网址 只不过是说最终要跟上参数 那也就是说支付宝这个请求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出来的呢 是需要我们拼接到后面的那个参数的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这里面也跟我们说了 它返回出来的呢 就是那么一个参数 它把它叫做order stream 然后呢 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是需要拼接到那个网址上给它的 那它给我们列出来的这个网址呢 是正常的线上环境 如果我们现在采用沙箱环境的话 咱们拼的这个网址呢 就是这个沙箱环境的这个网址了 所以咱们把它关一下 沙箱环境我们就要跳转到这 沙箱环境的网址跟线上环境的网址的话 只是在这个地方 在中间的地方多了一个DV 你把DV去掉 就是线上环境 多了一个DV 就是线上环境 所以就说最终我们让用户跳转到列阶 跳转到哪呢 应该让它跳转到这个地方来吧 所以我们要去做构建一个这个网址了 这是构建让用户跳转的 跳转的支付宝列阶地址 那比如说我把它的阿里配的URL 阿里配的这个URL呢 比如咱们这个支付的配URL 那这个支付的URL呢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应该是配着这样的那些呀 那这个参数的话 前面是不是都固定的呀 你说前面固定的话 我说也得提出来呀 咱们比如说可以放到哪呢 咱们也给它放到长量里面 这是支付支付宝的网址地址 或者是支付 支付地址前缀 支付地址域名 然后呢咱们把它写下 比如说就叫做这是阿里配 它的一个URL的一个前缀 比如说把它叫做prefix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拿过来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网址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问号给包换进来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回回来呢 我在这里面 后面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了 所以咱们还得去引入一下 从iHome当中 我这名还没名 iHome 从从这个iHome里面 我们去引入这个Constance Constance 拿引过来 然后在这里面 应该是Constance当中的 然后的那个阿里云的这个前缀 再加上 刚才咱们拿到的款位置吧 OrderStream 加上它 加它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往前返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做的前端分离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可以引导自己的运户跳转 而是把这个链接发给前端页面 然后前端页面 再引导运户竟跳转了 所以咱们把这个东西 直接return 接cify 然后呢对应的error number 对应的 比如说这是 IT里面的ok 然后呢 按着message 比如说把它也叫做ok 然后呢 再有的话 是不是要跟上数据了 比如说把这个数据呢 叫做data 等于什么东西呢 里面要包含一个payURL 然后呢 它的值呢 就是这个payURL 好 放到这儿 那对应的后端 就写完了 对应的 这次真的是 5 2 4